大家好,现在6月呢,很多花有的茉莉花基本上已经开完一波花了 那么茉莉花在开完第一波花,在开第二波花之前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老叶片呢,像这样子给它剪一剪 可以让它后期呢更快的长新枝,而且开花更多 剪哪里的叶片应该怎么剪呢 其实我们剪呢,主要是剪了这个植株底部的一些老叶片 像我这一颗呢,底部就没有什么老叶片,所以不用剪 但是如果底部有一些老叶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适当的修剪 怎么剪呢,首先呢,我们把底部的一些老叶片光合作用力比较差的叶片呢 不够油绿的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先把它剪掉 注意不要剪的太多,先适当的少剪一点 隔一段时间呢,剪一点,这样呢,可以刺激它呀,长出这个新芽新枝出来 然后中部一些比较健壮的叶片呢,我们可以给它剪一半 之所以这样剪叶片呢,除了是刺激它长这个新芽之外呢 我们也是可以抑制植株的一个营养生长 因为如果叶片过多,营养生长过旺啊 是不利于它后期开花的会导致植株营养生长过旺 甚至生长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把底部的叶片全部剪掉 我们呢,先少量的剪,后期再慢慢慢慢剪就可以了 修剪之后呢,还要注意补肥来促进这个植株长新芽 促进它第二波花 用肥呢,主要是用一些低氮高磷甲肥 那么我常用的就是这个蒸根状化形营养液 它就是一种低氮高甲肥 稀释500倍,大概呀,每5到7天左右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浓度呢,不需要过高,但是也不能够过低 一般稀释500倍就足够了 6月啊,这样子给你的茉莉花的老叶剪一剪 那么刺激它长出的这个新芝更多 后期开花才会更旺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